子季志工受到了当地农民的邀请来到了丹英镇 去年志工所发放的稻种今年有了好的收成 200多位农民总共捐出了2万多公斤的稻种 志工们也带来了农耕所需要的帆布 祝福他们明年也能够有好的收成 在缅甸,农民乌左邻,家中世代靠着种田为生 不过前三年因为弃腹与虫害收成不好 种田的人还要寄钱买米 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很多 虽然吴左邻家中还有负债 不过他跟父亲驾着牛车赶了一个半小时的路 再来十二包倒种 红龙的马达身带着慈祭志工离岸边越来越远 离农民的爱心越来越近 在去年志工就是在这里把稻种发给农民 收成再好农民只拿自己需要的 总共捐出两万多公斤的稻种 在他们心目中能捐赠代表有好收成 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 达爱新闻林家会 王绵绵 缅甸报道